重擊命運火箭第一期出擊 軍艦戰機炮彈齊發 中國解放軍大秀肌肉 就在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期間 中國官媒再釋出軍演影片 威嚇動作還不止如此 8月2號還派出21架共機饒臺 恫嚇一味濃厚 但這樣還沒結束 在南海部分水域範圍內 進行軍事訓練 將在渤海北部部分水域 進行實彈射擊禁止駛入 中國官媒華新社 正式公告解放軍將在北京時間 8月4號12點至7號12點 在6處海域空域進行實彈軍事延續 形同海空封鎖台灣三天 而接近基隆高雄外海的三處 甚至已經侵犯台灣領海範圍 這次聯合軍事行動 是針對美和台當局 在台灣問題上的危險舉動 所採取的必要舉措 澳洲戰略策略研究員 魯瑟更直言 這是數十年來最挑釁的舉動 已經符合聯合國定義的 國家侵略行為 這次的這個所謂的軍演 基本上是一個心理戰 跟我們領海等於是說 有在邊緣進行這種灰色地帶的 這個就是行動 國際的慣例上來講 它這個其實是一種政治姿態的表示 真正的意義是 我們可以稱之為是政治子彈 他的演習事實上是從8月4號開始 也就是裴洛西議長他離台之後 他並沒有想要跟美國起正面的衝突 但是是由台灣來承擔後果 攤開1996年台海危機 中國軍演區域做比較 這次臨近高雄外海的演訓面積明顯擴大 甚至跟高雄港只距離約20公里 東部海域和巴士海峽也首次出現大範圍實彈射擊區 中國軍力四面環四專家就直言 這次比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更高 對台灣是極大威脅 解放軍它的實力 的確是比20年前提升了非常多 那第二來講 就是說它也的確是針對性 有這個包圍台灣的意義 可能會用飛彈 就是說對這些水域進行 所謂的這個彈灼區的這個攻擊 它當然可能會擴大這演習的範圍 真正的登陸 它的能力還是不夠的 如果進入到我們的領空 而且是持續的進入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採取反制的措施了 對此國防不聲明 演訓已有威脅我國中央港口和都會區的企圖 靠訴中國片面破壞區域和平穩定 強調已經嚴密監控加強戒備 台海緊張局勢急速升文 環宇新聞 五名野百運飛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雙方中央港口和平積 通過 雙方中央港口和平積 雙方中央港口和平積